現在是早上九點 剛剛起床看看外面 天氣可真好 熱的 我的天啊 看看這邊的菜 都漲到鍋道上來了 我今天要去澆水了 昨天晚上 晚飯 就吃了剩下的火鍋 看這一桌麵包 油條 不吃 是昨天剩下的火鍋 然後剩下的菜炒了一下 看看 實在是看這一桌的麵包吃不下 現在下地幹活去 兩天沒有去菜園裡澆水 也都沒有去看他一眼 今天我想把油菜 有一些抽苔的 還有一些芥菜 全都把它採了 還好我沒有採這些菜苔 它中間終於有苔出來了 每一顆都有 原來它要長那麼大才又抬出來 這側院兩天 沒出來 這個地上葉子 又是一大堆 我是堆肥裡邊 這種葉子怎麼撿的 就是家裡 還有側院 鄰居的葉子吹下來 已經夠我堆肥的 這是兩天 廚房裡的廚芋 剛剛把葉子掃了一下 整整又是一大筐 現在把它拿到堆肥通裡邊 我是兩三天就會有這麼一筐東西 有樹葉啊也有廚藝的東西 然後直接就扔到堆肥通 我的堆肥通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材料 就是這樣每天存起來的 這是兩個雨水桶 這個雨水桶一桶已經滿了 所以我又把它揭長 邊上再放一個桶 這樣就有兩桶雨水了 這幾盆種在咖啡桶的芥菜吧 現在我想把它全部拔了 已經吃過一批了 我不想再種了 準備把這些做成酸菜 然後把咖啡桶裡邊的土 再翻新一下 加一些堆肥土跟乾肥 開始種生菜 我沒有拔就直接剪的 這樣泥土會少一點 然後稍微沖一下 我就放到桌上讓它曬 在做酸菜之前 一定要把這些菜呢 曬得稍微乾一些 我仔細看了這些芥菜 我仔細看了這些芥菜 雖然好多洞 但是沒什麼蟲 這些咖啡棚啊 裡面的根 我要一盆一盆的拿出來 這個推車呢 裡面的土啊 是我新準備好的 裡面有乾的肥 也有堆肥 就是要把咖啡桶裡面 舊的土啊 換成現在這些新土 今天太陽好 特別好 Sam就說 你幹嘛要在太陽底下幹活啊 你不覺得曬得很嗎 我說兩天待在家裡 沒出來曬過太陽了 然後我又弄了六個盆 這個小的盆呢 因為正好多了一點土嘛 也準備種那個生菜 生菜不需要很多土 這個是1g的盆 1g就夠了 Sam說這個車下面有點壞了 我幫你修一下 我說等我把土全部拿掉了以後 你來幫我修 土都準備好了 現在我就可以澆水了 順便把這些新的盆 也澆透水 然後再一盞小苗 弄出了還不少的新的盆 因為有些生菜啊 發了子以後啊 太擠了 種的 其實我也就是讓他們發個苗吧 然後現在就可以移栽到這些盆裡面去了 移栽之前一定要把水澆透 因為澆透你也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土夠不夠 有的盆如果塗不夠的話 就還得加一些 前面那個種植床長出來好多 我之前灑的這個 耐抽苔生菜籽 所以我拿了一部分出來 每個盆裡面再一顆 然後那個 種植床我也要整理一下今天 把有的小苗 它發苗的時候啊 有的擠在一起 所以要把它分開 種整齊了 我的地已經沒有地方了 所以 種植床就是種得擠一點 沒關係 等它大一點了 我還可以分苗 然後澆上緩苗水 把它放在陰涼的地方 這個車挺好的 可以推的 之前我是放在大太陽的地方 現在我放在墻邊上 陰涼的地方 過幾天我再放到太陽下 我把後院的菜全都澆完了水 這是前院的種植床 剛剛移到咖啡桶裡的這些小苗 就是這個種植床的 撒紫的時候吧 撒得比較擠 所以現在給它煎一下苗 但是我還是覺得種得很擠的 可是沒地方了 先這樣種著吧 等它再大一點了 看看有地裡有什麼空的地方 再移在 我就是這樣玩的 現在澆一下緩苗水 然後這個小棚裡呢 是我邊上有一個棚 你看 我種窩窩損了 它突然邊上長出來那麼多小苗 因為之前啊 我撒過生菜籽的 天太熱了 它沒有發芽 現在發芽了 所以呢 我每個小棚裡邊種一棵 我看這個苗有點像 大肌瘤生菜 不管了 反正都是生菜 我種了四種 現在有兩種已經發芽了 還有兩種 沒什麼陰性 尤其是那個 羅馬生菜 我知道羅馬生菜 都是要到 一二月份的時候 它才會發芽 反正紫都在土裡了 它什麼時候發芽 我就什麼時候再移 你看這一格蘭的盆 你要是家裡邊沒有地 也沒有什麼種植床 什麼的 就買這種一格蘭的這個盆 每一個盆裡邊種一棵生菜 然後吃的時候 你就撿了邊上的葉子 也讓你夠吃一個冬天的 還多下來一些苗 我又種到了這個種植盆裡 其實這個種植床啊 邊上我又撒了兩種籽 一個大肌瘤 一個羅馬生菜 沒有陰性 左邊呢它發芽了 右邊呢一顆也沒發出來 左邊它全部都發芽了 這個紫好棒 但是大肌瘤是去年的紫 那個羅馬生菜也是去年的 一顆也沒有發出來 再等等吧 有可能天再冷一點會發 現在真的大中午特別熱 晚上四點以後才慢慢會冷下來 今天是很熱 我就穿一件T恤 家裡是25度 你想想 像夏天了 好了這裡都種好了 我要把那個大姑娘 種在家門口的拔掉 因為Sam說這裡擋了他的路 我是覺得很奇怪 我種了三顆這個大姑娘 每顆都接了果對不對 但是就是看不到果的 後來我想 對呀 最近怎麼松鼠老往我們家裡跑啊 那就是他們看上了我們家的水果 之前是百香果 現在是大姑娘 怪不得沒什麼果子 光長葉子 拔了 不要了 我這個圖很鬆的 所以一敲 再一拔 那麼大一顆植物就給我拔下來了 現在放到IV上讓它曬 曬兩天我再放到兌肥桶裡 要不然現在太大了 兌肥桶裡曬不進去 再把這個地清理一下 待會浇下水 順便把樓梯啊窗戶啊 都沖一下 今天因為天氣很好啊很熱 一沖地上馬上 一會兒就乾了 玻璃窗也是 我整個夏天都還沒沖過呢 今天把它沖一下 很快就會乾的 這棚菜檯之前我已經拔過了 現在花開的好大 哇還有蜜蜂在那邊 吃這個花我把它拔了 這裡可以種 蛙蛙菜 對 之前這些都是九月底的時候種的 所以給蟲吃的很厲害 但是還是有點收獲吧 看看這上面那棚白芹菜 全都發芽了 整理好院子 我曬的這個芥菜 哎呀真是 大中午的曬了一個半小時 全都曬粘了 正好 現在可以進房間我吃午飯 今天午飯是很簡單的 現在已經是中午12點了 我進房間第一件事 就是洗了一點點黃豆 準備做一個豆漿 昨天做了油條 就特別想吃那個鹹豆漿 這個黃豆我試了做黃豆芽 但是沒成功 發不出來 所以我想算了 我還是做豆漿 這個豆漿破壁機吧 需要25分鐘 才可以做完豆漿 現在我先把 鹹豆漿需要的一些料 拿一個空碗 先把它準備好 我拿了一些蝦皮 再拿了一包烏漿炸菜 這個炸菜料已經都給你調好的 很簡單的 拿一點就夠了 然後再倒一勺的醋 這個鹹豆漿一定要放點醋 然後這個豆漿才會有點像豆花 然後再加了一點點鮮醬油 這個時候我已經把這個油條放在烤箱裡 已經讓它覆烤一下 覆烤後的油條還是脆的 我就把它剪了幾道 好燙啊 這是昨天吃了一半的油條 夠了 不需要很多 豆漿好了 現在把滾燙的豆漿倒下去 有朋友給我留話說 欸 你吃那麼多 麵粉的東西會胖的 你要知道 這一堆東西啊 除了那麵包是Same的 只有油條跟那個豆沙麵包是我的 豆沙麵包跟油條 昨天晚上都已經放到蘇冬冰箱裡了 有可能會吃一個月 那油條我只拿出來一根半 別的都放在蘇冬冰箱裡了 不知道哪天我還會去吃它 但是我的新任務又來了 Same說不讓我碰牛角麵包 他說你要吃你就自己再做 然後做的時候再幫我做幾根棍子麵包 我還從來沒做過棍子麵包 這又是一個新任務 他說他以後麵包不買了 他說隨便我做什麼麵包都可以 我的天啊 我不是自己在找事嗎 我已經玩了好幾天麵粉了 我估計這一個月 我不會再去碰麵粉 我說你就等著吧 不知哪天我可以給你做棍子麵包 我在灶台上就吃起來了 哎呀太好吃了 應該還要放一點什麼辣油啊 香菜啊 不用了 辣的東西我現在嘴上泡剛剛好一點 還是最好不要吃吧 這個油條吃起來還是脆的 哎呀我跟你說 你真的要去做鮮豆漿 太好吃了 這就是我的午飯 這裡我煮的一鍋開水 也已經好了 這個開水我是準備醃那個酸菜的 一鍋水我灑了大概兩大勺的鹽 然後放了一瓶白醋 這瓶白醋大概也就是一大碗吧 這個時候我已經關火了啊 好然後把這個芥菜啊 先放一顆 讓它完全浸泡濕了 不要先拿出來 然後再放另外一顆 這樣第二顆也全部浸到水了 再把第一顆拿出來 放到邊上 我已經準備好的洗乾淨的 沒有油水的這個盆子 然後再放第三顆 就這樣 讓它稍微浸泡以後 再放另外一顆 我摘了好像也蠻多的 大概有六顆吧 有一顆比較小 都是蠻大的 你要知道我這個是有機菜哦 然後自己醃酸菜吧 又沒有這個防腐劑 所以是很健康的東西啊 好了 現在都浸泡好了以後 我要把這個水 倒到這個盆裡 然後壓一個盆 蓋上蓋 讓它冷卻一個晚上 也就是發酵一個晚上 就是四個小時以後 看到吧 但是現在還是熱的 我要等它完全涼了以後 我才可以拿到盆子裡 現在都能聞到酸的味道 我用的是在Hmark買的這個白醋 這個是一磅 我把一磅全都放下去了 所以醋味道很濃 估計明天就可以吃了 你也可以用上海青 或者是大白菜來這樣做酸菜 關注我的視頻 看看明天我怎麼來吃這個酸菜 好吧 今天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你的關注